大家好,我们这个影片呢,我们来示范,怎么用LAPRAS转换呢,解这个ODE啊,OK 那这个呢,LAPRAS转换解这个ODE这个单元呢,我们只示范怎么解这个长细数的线性ODE哦 那其实LAPRAS转换可以解所有的线性ODE都可以解啦 那其实那种如果是变细数的线性ODE呢,LAPRAS转换也是可以解 但是呢,用LAPRAS转换解这种变细数的线性ODE呢,其实反而没有那么好做 所以我就不讲啦,所以我们这堂门课呢,我们讲怎么解这个长细数的线性ODE啊 好,那我们这下来开始示范呢,这个我们现在萤幕上方呢,有一个一阶线性ODE啊 忘了补一个起始条件了,OK 那我们用LAPRAS转换解这个长细数的线性ODE啊,OK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示范一下,那怎么用LAPRAS转换解这个ODE呢 所以第一个,我们先对这个维伦方程式呢,做一个LAPRAS转换啦 OK,那因为LAPRAS转换是线性操作,所以呢,加起来做LAPRAS转换,等于分开做LAPRAS转换之后呢,再加起来 OK,这应该是非常容易的一个步骤 好,那我们下一个步骤呢,我们就是要看这个 OK,Y的一阶线的LAPRAS转换是多少呢 OK,那3倍LAPRAS转换就是3倍LAPRAS转换就好了 就马上想到它跟S拼一有关系 其实呢,这个东西就是LAPRAS转换,然后S带S加3 到这边呢,你要练习到这个一看就看出来了 不要再从头到尾推到尾了 没有那么多时间 好,那这个我们来看看呢 那我们这边我们会得到这个Y0等于0一个起始条件 7条件是Y0等于0 Y0等于0,这个非常棒的起始条件 那我们这边就是0,就把它消掉 那最后呢,我们这边 左边呢,我们会得到S加上3的YS 那 左边右边呢,是T平方的LAPRAS转换S3次方分之2 接成到S带S加3 所以呢,你会得到S加3的3次方分之2 OK 好,那这个 那你最后你会得到什么呢 我们增一下,我们YS会得到 刚好S加3除过去 我们会得到S加3的4次方的分之2 OK,好,那我们得到我们YS 那我们最后呢 我们最后的结论呢 我们最后怎么把这方程式解出来呢 我们就要利用这个式子 这个我们YS 我们的 我们最后这个解 就是对这个YS呢 做那个LAPRAS反转换 所以呢,我们这个下面这一步呢 我们就是要针对这个东西做LAPRAS转换 YS S加3四次方分之2 做LAPRAS转换会等于多少 OK,这个LAPRAS反转换 做出来的话 我们就得到我们的这个维恩方程式的解啦 OK,那OK 那这个到底是 然后这个LAPRAS反转换是多少呢 哎呀,在LAPRAS反转换呢 是大家最苦恼的一个单 苦恼的一个 嗯,这个我们首先呢 我故意把2提出来好了 这个等于多少 两倍的 S加3的四次方分之1 我故意把2提出来 OK 那你现在想一下 我们到底有哪一个函数的LAPRAS转换 它会变成分母是一个S加减 加上一个常数的N次方 然后分之一个常数呢 有哪一个函数的LAPRAS转换是 分母是S加减一个常数的N次方 然后分子是一个常数呢 想想看有哪一个函数是这样 长不这样子呢 在做这个LAPRAS反转换的时候呢 这个已经一直跟你讲了 这个LAPRAS反转换 你应该一开始要先知道 它大概是哪一个函数呢 你要先知道它是哪一个 这个S的函数 你要先知道它是哪一种函数 LAPRAS转换 剩下就是要把它整理成那个标准型 那你再想一下 这个的S加减一个常数的N次方 然后分子是一个常数 有哪一个函数 LAPRAS转换 有哪个函数类整来 然后分子是一个常数呢 是不是跟这个形式长得很像呢 对比一下这个形式哦 对比一下这个形式哦 是不是长得一模一样呢 OK 它都是分子是s加减一个常数 分子的n次的多少次方 然后分子就是一个常数 OK 那我们现在这上下比一比 当然是不完全一模一样啦 但是呢 这个就是我们已经找到一个很接近的一个形式了 所以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做呢 我们要把它整理成这种标准型哦 那因为我们这个分母呢 这边呢是s加三的四次方哦 那四次方是表示这n加1等于n加1等于4哦 所以表示n等于3哦 n等于3 那这个分子应该是三阶层 那我们这边只有1哦 所以呢 我们要做一下手脚哦 所以会变成等于两倍的这个东西 做laplus反转换 所以呢 我故意把它写成红紫色写好了 我故意除以三阶层 然后乘以三阶层 然后是s加3的3加1次方嘛 对不对 懂了吗 然后你看一下这一项跟这一项是不是一样呢 你看一下这一项 这一项跟这一项比比看 是不是就是一样呢 对不对呢 对啊 所以说这个laplus反转换麻烦的地方是 你要先自己先猜到 它大概就是这个函数的laplus转换了 因为它的特征就是这个s加减一个常数的多少次方分支常数 OK因为只有它的这个laplus转换才会最接近这个形式嘛 所以你要先猜出来是谁哦 OK所以到这边呢 我们再继续往下写吧 那我这个三阶层可以提出来 三阶层是6了 所以这边是2 然后laplus反转换 这边是s加3的3加1次方分支三阶层 所以呢 这个laplus反转换说好多少呢 它所以它就是 其实它就是t多少 t的三次方exponential-3t OK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最后的答案啦 我们最后答案的 这个一阶od的解就是长这样子啦 y of t会等于 所以我写在下面好嘞哦 最后的解呢 y of t会等于6分之1的t三次方 然后乘上xy的-3t OK 所以这个就是怎么利用这个laplus转换呢 解ode的一个流程啦 首先呢 对这个ode呢 做laplus转换 然后最后把它解求出来的时候呢 就是要对这个y做laplus反转换 那这一步呢 就是最难的一个部分啦 这个所以呢这个laplus反转换 各位一定要非常的 要非常的熟练啦 不然你这个用这个laplus反转换 laplus转换结od 你到最后一体都算不出来啊 OK 好的 这个流程就是这样子啦 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啦 我们之后的影片再聊吧 拜拜 拜拜 嘿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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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